歌手李生基遭所属社剥削欺骗多年仪式去年 光后引起业界震惊 为避免出现第二个受害者 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队相关法律做出修订 并在天获德国会通过 李生基去年底与当时所属社Hook 乐报发纠纷 原来他被Hook欺瞒18年之久 出道以来发100多首歌 总收益高达96亿韩元 却从未收到工一分钱的结算 消息曝光后引起整个娱乐圈阵 不仅如此 Hook代表全某还对他进行精神控制 称他赔钱歌手 要求李生基自掏腰包解决餐费 停车 全某自己购买衣物却用公司卡结账 更有网友 据李生基过往在节目中的种种表现推测 他恐连出演综艺的酬劳都不清楚 为避免相似事件 次发生 昨日上午的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 体会议上通过了大众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法的 份修定案 又称第二个李生基是太预防法 根据案 即便大众文化艺术人没有做出要求 其所属私也必须每年一次以上定期提供会计明细及该支付的报酬 等相关条目 文体部长官为了对公正行为进行确认 必要时可要求经营者提交 告资料 资料 或直接出席 同时 对于青少年艺人保护措施也进行了强化 目前法律将青少年艺的年龄标准统一用15岁进行划分 修定案进一步 出细化 12岁以下艺人每周工作时间为25小时以下 12 15岁一人每周工作时间为30小时以下 15岁以上艺人周工作时间为35小时以下 此外新增条款规定大 文化事业者不得侵害儿童青少年艺人的学习 要求缺席退学等 不得要求过度的外贸管理 不 行使言语暴力和行为暴力 除了李生几惨遭钱 属涉剥削之外 韩国还有一位漫画家李渔英也 不公正合约和著作权诉讼问题所类 今年三月在 旺中自尽 李渔英创作了韩国家喻户晓的漫画 社交鞋 却在商业化过程中因缺乏法律知识而 定不利于 自己的合约 将过半版全股份让给出 社15年间获得的报酬 只有区区韩币1200万元 公司收 则因会计资料不足而难以确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